作为非洲纳米比亚国,最后一位部落军主,身着一身烂粉色条纹裙子,佩戴荧光贝壳的凸串项链,以及一袭闪光的狮皮长袍。 看起来特别有话,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3月24日报道,摄影师埃里特拉福格在女王的授权下,有幸一睹她所在的部落,并深入了解该部落的皇家宫殿。 926-848,经该部落长者的选举,自2005年起继承王位,居住在首飞森严的茅草宫殿内,要想进入如迷宫一般的宫殿,来访者必须经受一番严密的安全检查。 在议会的协助下,掌管该部落里55个村落,议会成员的选拔和任用均有她决定。 事实上,这是因为那些激进的议员们过于懒散。 926-848,那义务在于振兴所在部落的文化,维护人们的幸福。 此外,女王,还肩负着管理粮仓的职责,通过征税的形式将粮食收集起来。 在饥荒到来时,向部落成员开仓放粮,以免任何一个人挨饿。 926-848,丧夫的,带着四个孩子住在宫殿里,并且还领养了一位艾滋病成阳性的男孩。 在处理完朝证后,还需要四处巡查,到医院探访患者,或者在皇宫大殿内,聆听孙洛元老们的请愿。 BFIDUCLB, Filsit, 926-848